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谈大学生人群当中HIV的感染以及艾滋病的发病相关情况,从而学习一下避免哪些高危行为可以来预防艾滋病。 艾滋病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它的英文全称是Aquare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那么也就是艾滋病AIDS的异音,中文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它的病原体是一种能够对人的免疫系统产生巨大破坏力的逆转路病毒, 也就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解称HIV,来自国家卫界委的数据写示,截止到2018年的年底, 我国估计从活的艾滋病感染者大概是125万,和其他国家相比较,我国的艾滋病疫情尚处于低流行的水平,但是疫情的分布不平衡, 性传播是目前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2017年的报告当中显示,在甘尔德者中通过异性接性行为传播的大概是69.6%, 男童性恋性接触传播的大概是25.5%,也就是说性传播是目前我国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 但是波及范围比较广,影响因素也复杂多样,所以我国艾滋病的防治形势非常严峻,防治任务也非常的艰巨。 我国HIV和艾滋病感染的另外一个写助特点,就是大学生人群的感染比率比较高。 全国艾滋病疫情监测数据显示,青年学生新报告感染人数, 从2008年的524例,上升到了2011年的1154例,再到了2014年是2695例。 从2011年到2015年扣除了检测增加的因素,我们国家15到20岁的年轻人当中,艾滋病病毒的盖尔者,年均增长的比率大概是35%, 而且呀,感染多发生在18岁到22岁之间的大学时期。 从传播途径上来看,主要是通过性接触传播,其中男男性传播的比率大概是81%, 异性接触传播的占17%,这些数据都显示,大学生人群当中近年来,艾滋病感染者的人数是称一个上升的趋势, 而且主要是通过男男同性性行为所引发的。 所以,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大学生也是HIV感染的高危人群。 那么,研究表明,青年学生性观念以及性行为的变化是造成学生艾滋病疫情上升的主要因素。 2010年至2015年期间,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了连续横断面调查, 了解学生的性行为情况。 结果显示,在调查的学生当中,曾经发生了性行为的大概是8.3%。 首次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是48.5%。 其中,与临时性伙伴进行性行为的过程当中,安全套的使用力仅占20%。 而与商业性伙伙伴以及男性同性恋性伙伴进行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大概是5%以下。 有些大学生,他们的性观念不成熟,但是却越来越开放,而缺乏性安全教育知识。 很多的性教育知识却靠自学,不懂得如何进行自我保护,对可能出现的隐患也没有防范。 一些大学生刚从高中学业压力中释放出来,他们对于性行为,尤其是同性之间的性行为,非常的好奇。 可能就想尝试一下,但是却不知道其中的风险,也缺乏对于艾滋病相关知识的认识。 所以,大学生人群当中HIV的预防要做好以下事情,首先就是要进行相关知识的普及,让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艾滋病的危害,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以及有哪些行为是高危行为。 感染艾滋病的三大途径包括性接触、血液途径和母婴垂直传播。 感染艾滋病的高危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性胶、多个性伙伴等、静脉注射毒品、使用未经解测的血液或者血脂瓶等、HIV阳性的女性怀孕并且生育、HIV阳性的母亲哺乳等等。 我们需要提高大学生对于艾滋病的防范意识,那么就要告诉他们避免这些高危行为。 因为艾滋病,他们主要是通过性接触来进行传播的,所以预防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进行知识的普及,那么以及告诉他们如何进行使用安全套。 如果发生了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些高危行为,应当及时主动地进行咨询和检测。 如果是以疑似艾滋病人发生了性关系,在72小时之内去找当地疾控中心或者是大型医院服用阻断药,这样可以在很大几率上阻止感染HIV和艾滋病。 那么发生过高危行为的同学们,应当尽早进行检测,提高自治率,同时可以避免传播给他人。 2019年,我国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口号是,社区动员同妨碍,健康中国我行动。 象牙卡当中的大学生们感染HIV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大学生要加强妨碍相关知识,做好自我保护,不要为了一时的冲动和好奇心,把自己置于感染艾滋病的写进当中。 好,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